而大陆国务院所颁布的白皮书指出 中医参与救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了9成2 号称有效的比例更是超过了有9成 这也使得中医药的角色再度的受到重视 只不过在台湾前不久 立法院长游锡坤提出 说要把中医中药改名叫做台医台药的说法 却也引发了争议 对于中医界人士来说 如何称呼恐怕远不及 如何能够把它标准化 并且发展出新的用途来的重药 这样一来才能够增强中医药的竞争力 我们来看庄志伟朱光宏的分析报道 煮好咖啡在淋上香浓的奶泡 这杯本草咖啡外观看不出差异 但品尝一下 会发现它的味道不一样 把中药溶进的这个咖啡里面 感觉是比较有新意的 喝起来有一点点的苦味 但是没有很冲笔 没错 关键就在中药 因为这家开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里的咖啡馆 不卖真果拿铁 只有罗汉果拿铁 还有人参 肉桂 福林 葛根 小茴香 丁香跟薄荷 通通往咖啡里夹 拿来做美食只是大陆推动中医药求新求变的其中一个尝试 当地中医药产业营收从1996年以来增长30多倍 到现在已经超过8000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3.3兆 大陆正积极在种植加工之外 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 进一步推向种植园观光 养生 购物等更长的产业链 只是一场新冠肺炎打乱了不少的布局 光以台湾市场来说 中药才95%依靠大陆进口 几个月前 疫情造成大陆各地供货中断 就差点让台湾不少中药行 甚至当归压业者 货源告急 这药材如果是真的灌电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也可以体检修行 只有红枣跟林芝会有国产的部分 那其他都大部分要仰赖进口 细出同源 台湾想把中药改叫台药 韩国叫它汉方药 但其实在大陆业者眼中真正可怕的对手 是日本 文明国际很多人都吃过的龙脚伞 中药制造汉字命名 但它是日本人做的 这款救星曾经风靡全球被誉为救命神单 大陆媒体说它年销一亿美元 但据说是中药六神丸改良而成 抗菌的一些产品 因为抗菌啊 然后抹到身上啊 比较天然的这些东西 年轻药品跟仓卫药品 因为是朋友托我买的 几年前 陆克到日本爆买成为话题 头号目标就是各种神药 根据统计 日本200家药厂缔造每年超过15亿美元的营业额 让大陆专家头痛的是 帮日本药商赚大钱的中药材 75%都是从大陆出口 却在精致加工之后身价翻倍 它把我们的经方都做成这样一个 以食品 保健食品的形式 它深加工 细加工 然后向全世界卖 墙里开花 墙外乡 关键在于标准化 而且是从产地做起 日本光是一家金村药业 在大陆就拥有70多座GAP 也就是符合中药材品质管理规范的种植基地 对比之下 大陆最有名的同仁堂也只有8座 几年前 大陆传出中药材 农药跟重金属残留过量之后 日商更把种植基地移回国内 确保安全 放松啊 您怕针是吧 有点锁喉的感觉 是吧 话说回来 有中医才有中药 今年席随全球的新冠肺炎 意外验证了不少西方人士眼中 只算保健养生的中医药 关键时刻也能救人命 大陆官方宣称 疫情期间当地7.4万人使用中医药 占确诊总数的91.5% 有效率更高达90%以上 台湾方面也有成功案例 针对新冠肺炎 大陆研发出三药三方 除了可以抑制轻症患者病情加重 治疗微重症患者之外 恢复其也可以帮助患者提早康复 台湾着重于对轻症患者阻断病逝进入肺部 对于重症则有逆转肺炎发展 降低呼吸窘迫跟心肺衰竭的功能 只是大陆媒体也不讳言 想要把成功经验输出到海外 目前还是雷声大 余点小 跨不过的现实 是多数西方国家到现在 还没有在法律上承认中医药的地位 就算免费捐出去的汤药 也因为没有完成人体试验 不能在医院里使用 想要对外推广中医药 现在大陆方面除了加强学校教育 吸收包括台湾人在内的 一万三千名留学生 并到海外广设中医中心之外 更要强化中药的创新跟品质管理 特别询问综合报导